哈喽兄弟们,我是刘哥,今天来玩 DS-02录音机 这款产品半年前还卖680块钱 结果现在呢 328块钱直接打五折腰斩了 所以说二话不说拿下 一起来看看这款NP比例的产品 328到底香不香 好,咱们也不废话 打开来看一下这款产品到底值不值得 328块钱 内容方面,主体一个 两个金色的喇叭,小犀牛 还有一把黑枪 我们先拿出主体来看一下 第一手上手 这个分量感还是相当足的 然后关节紧实度呢,兄弟们看一下 这个腿部,应该说这个是腰啊 这个是腰,腿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但是腰这边呢,还是撑不太住啊 这个可以理解 那么我简单看了一下这款录音机的材质啊 材质的厚实程度还是比较靠谱的 不过它塑料表面 你看有很多这种亮亮的 这个是划痕啊 然后包括录音机形态 等一下会看到挺多的掉漆 因为我已经变过一个来回了 个人感觉这个材料方面 还有整个的做工方面 中等偏上的水平啊 并不是非常的好 而且背面全部都是螺丝钉 加上这个螺丝钉非常的碍眼啊 尺寸方面到头顶是23.5公分 跟MP44放在一起 哇塞 比MP44好像还稍微高 那么一点点 这个比例稍微有点大啊 重量方面 465克跟MP10差不多 这边的四个按钮 加上脚板的位置是金属部件 拿在手里分量感还是有一些的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这款DS录音机的整个人形造型 兄弟们也可以打一个分数 我个人是可以给个8.8分相对高的分数 虽然说它的整个外观身形非常的简约 甚至是简陋啊 但是呢 毕竟是非常还原G1造型的 所以说这点上面我个人还是很满意啊 而且它对比起G1的那个胖胖的设定 我觉得这个身形还是比较符合现今的审美的 只不过这个背面真的是千疮百孔 各种各样的螺丝孔洞有一些碍眼 那么材质跟涂装方面 我觉得这款产品给我的感觉很像是魔方 就是经不起细看 还是有挺多肉的 包括水口啊 还有一些划痕的地方 在这个方面呢 我个人觉得只能算是一般般啊 不过考虑到它328块钱的价格 就突然间觉得还是挺香的 毕竟是AMP比例啊 要啥自行车呢 对比方面 我这边拿出KFC家早年出的一款AMP比例的录音机 好像第三方厂家很少出录音机的 这个角色那么冷门吗 那么整个外观造型方面完全是两种风格 DS非常还原G1 那么KFC呢 可能更多的细节更符合现今的审美 兄弟们 你们更喜欢哪一个呢 来投个票吧 而这款产品还附带了一个磁带部队小犀牛 这个细节跟造型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 那么可动性方面 你看四肢都是可以单独活动的 这边都可以活动 尾巴位置也可以上翘 这边这个炮呢 可以上下的活动 当然你也可以把它拔下来 头部也可以上下的活动 不过嘴巴就张不开了 来演示一下它的变形 首先先把这边的尖角 还有耳朵都给收下去 哇 这个这么小都可以变形啊 然后呢把前肢的部分给它稍微弯曲下扣进去 后肢弯曲下翻进去 这个炮给它旋转下来 然后呢翻到底下来 咱们给它一分为二了 这块扣的还是比较紧的一分为二之后 再把这个部件给它用力的往上挑扣过来 头部这里就利用双关节往下推 往下推 这个部分滑槽用力的往内推 这样子呢就可以折叠收纳了 后肢的部分给它卡扣松脱一下 然后给它稍微的旋转一面 这样给它扣上来 再给它合并过来 左右两边都给它扣上 尾巴部分再放好 怎么样 这个磁带就已经变完了 虽然说上面有各种各样的合缝 但是磁带能变成这样子的一个造型出来啊 就绝对是没有任何问题 而且这边这个炮正正好可以填补这边的空洞 我觉得这个造型啊 完全不输给AMP 磁带搭载方面 首先我们按动一下这里 哇 这个就可以打开来了 这块还是非常爽的 然后底下这边呢 当然也可以往内推 但是啊 我这边怎么样按动这里 它好像都弹不出来啊 这块我不知道到底是应该怎么样个玩法 这里明明是可以按动的 但是你看 它卡住了 出不来 只能用手抠下这样就出来了 反正这块的设计就跟AMP13一样了 可以让你多放一个磁带 还有一点就是磁带啊 我记得我第一次放进去的时候 非常紧 现在放了几次之后 稍微的松一点 但是你看 还是很紧 你这样扣进去的时候 完了 这个怎么扣出来啊 然后给它扣上 这样收纳是没问题了 这样打开也没问题 但是你看 手从哪里扣呢 那我个人经常都是这样子的 就是打开这里之后 用手推动后面这里 给它推出来 然后你看这个炮全部都掉了 所以说这块太紧啊 这可玩性方面完全不如AMP13了 可动性方面 首先头部的抬头角度啊 还是非常大的 哇塞 这个脖子都露出来 就是难看了一点啊 低头呢 角度比较小一些 侧头也有一点点 360度旋转 无压力 那么这个嘴巴的造型 包括弧度啊 真的有点像是 黄教主的感觉 对不对 它还附带了一张替换脸 咱们把头给它抬高 这边给它抠起来 再把这个笑脸 给它替换上去 我觉得这张脸好像更好看你啊 就用这个了 手臂部分 非常清脆的齿轮关节 平抬双段的 可以达到180度 二头肌 360度旋转 手肘弯曲 双段式的关节 180度 手腕位置 可以360度旋转 四指都可以单独的活动 双段的关节 大拇指可以撬高来 腰部 360度旋转 它还有一个弯腰的关节 大概有45度啊 兄弟们可以看一下 这边还是一个防穿帮的机制 这块不错 下半身的话 首先我们需要把这边的这个腿啊 给它往下拉伸 这个样子呢 就可以腾出空间了 前踢90度 后踢70度 都是非常清脆的齿轮关节 侧踢方面 并不是齿轮关节 不过松几度还可以啊 接近90度 大腿360度旋转 膝盖弯曲 清脆的齿轮关节 而且是双段啊 达到160度了 脚部接地性并不是很大 大概45度 脚尖位置还能够上翘 至于垂地POSE 摆得非常的标准 总之这款产品的可动性的表现 最后武器方面 一把黑枪 我已经握在手上了 然后呢 这边还有两个 可以装上去的金色的喇叭 这个金色喇叭 这边是有一个水口的 然后旁边都是有涂装的 还行 细节还行 那么把手给它翻进去之后啊 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凸起凹槽 给它结合进去 这样子一手拿喇叭 一手开枪 然后呢 我们这边再把它给它打开来 把我们的小犀牛 就这样子给它塞进去 就好像要从它的这个胸口的这个位置 跳出来的那一瞬间啊 我个人觉得这样子是最帅的 OK 那么这款DS的录音机人形 已经介绍的差不多了 接下来进入到 变形过程的演示 第一步我们先来变手啊 先把大拇指给它放成这个样子 然后呢 把这边的这个板件给它抠出来 整个的拳头先给它放到这样子 然后把这里给它往内旋转 整个的给它往上 那么翻的过程之中啊 再把这边肩胛位置给它挑起来 腾空间 这个样子给它扣到后边去 两个手变完了之后 就是这个样子了 我们再把这个背包位置给它挑起来 然后呢 这边里面有一个部件给它挑出来 这边啊 利用这个翻折的关节 给它翻出来 翻出来 然后呢 把这一片给它翻折出来 腾空间 这样子脑袋就可以收下去了 这边再给它扣上 整个的这里 给它旋转180度 扣在这边的凹洞之中 接着来变腿部 我们先把这个部件 给它用力的往下翻 这样子腾出了空间之后 再把这个脚啊 给它往外旋转 大概45度腾空间 然后呢 把这个板件给它抠松 把这个连接部件给它 转到另外一面 这里整个的给它抠松 这里给它抠松 我们把这个东西给它拿出来 这个就是等一下录音机的 那个握把的部分 再把这边脚尖的位置 给它往上推 这里这个部件 给它旋转个180度 然后兄弟们看好了 我们给它往这个位置 给它腾挪空间 兄弟们看一下 就是这里 把这里给它堵住 哎 这个设计相当不错 然后这边呢 再给它扣回去 我们现在把这里啊 卡扣给它松脱开来 挑起来 整个的这边旋转个180度 再给它扣回去 这里有个黑色的部件 记住用指甲抠一下 这边要给它推出来 把裤装位置 这个地方 给它抠松 然后旋转个180度 再给它往下推 扣到底下来 这边就腾出了空间了 两边腿部都变完之后啊 现在我们就是要做一个 很经典的步骤了 把两个腿给它往旁边劈 然后呢 利用这边膝盖的弯曲关节 给它弯过来 扣到这个地方 再把这片给它包裹过来 这边双关节给它往内推 旁边这里也有个卡扣 咱们给它推到底 然后呢 再把这边这个凸起啊 跟这边的凹槽 形成一个结合 然后呢 再把这个黑黑的部件 给它扣下来 旁边这个刚才脚底板 最先扣出来这个地方呢 给它扣下来锁定 翻到后面来 我们把这块板件 给它扣松 旋转180度 然后呢 再跟这边进行一个结合 卡扣 给它用力的扣紧 上面这些卡扣啊 什么的 我们都要给它扣紧 旁边也给它扣紧 全部都给它密合一下 最后一步呢 就是把这边的握柄啊 上下的给它扣合 调整好一下位置 OK 那么这个DS录音机的 整个录音机形态 就已经变形完成了 兄弟们觉得咋样 我觉得首先 它的变形过程 我还是非常喜欢的 变形简单流畅 而且呢 也挺有巧思的 整个包裹的过程啊 卡扣的这种爽快感啊 真的是把玩挡的福音 然后呢 整个完成度 我觉得也是挺高的 毕竟录音机 跟这个声波啊 它们的载具 反正就是四四方方的 所以说变起来 也都是规规整整的 看起来很舒服 很爽快 那么这个完成度 我觉得还是非常高啊 真的是想起了 我们小的时候 80后家里 都会有这样子一个录音机 你要出去什么跳街舞啊 或者去广场外面 手上提的这个 这个 真的是帅爆了 然后呢 这边给它按一下 打开来 我们继续把这个 给它塞进去 但这块这个塞啊 就不能像是 MP13那个样子 它是有一个坡度 然后这样子 你看 很难给它扣进去 它需要你这样子 给它腾空间 哎 算了 我都有点不想再塞了 你看每次一塞啊 都是这样子 咱们就这个样子 给它稍微的斜斜的 放在这边 装个样子吧 好吧 毕竟它这个装进去 每次还要推 也很麻烦 这块我感觉是一个 不大不小的一个小问题啊 哇 这样子的感觉 就非常棒了 然后呢 后方这边 不可避免的 有一些空洞 这块我个人 还算可以了 然后武器方面呢 就没有办法收纳了 总之这款产品 我个人觉得 当年680的价格 确实是有一些贵了 毕竟这款产品 其实它的涂装啊 做工啊 并不是很上层 虽然说 用料很扎实 变形也不错 然后呢 拿在手里 分量感也不错 但是680的价格 真的是贵了 但现在呢 328块钱的价格 我觉得还等啥呢 这个价格真的是很香啊 OK 这视频就结束了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